要講一下 所以 和甘村當中 我們以前有提到 你可以看 三十六頁 右邊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最早介紹 深入介紹 核甘村是ATP 含有 腺胶磷 這個地方用的是 核糖 掛三個磷酸根 如果純粹 就核甘村自己的性質 有一件事情 比較重要的是 如果你現在只有 五氮糖接著 含氮鹼接著 磷酸根的話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AFP 假設你這地方接的是性胶磷 這個分子基本上 它是穩定的 因為不管是核糖跟A 之間的供價件 或核糖跟磷酸根的這個供價件 其實都是穩定的 如果你現在強迫要在 磷酸再接上 第二個甚至於是第三個的時候 這兩個地方的供價件 就是磷酸不太適合 用這樣的方式去形成間結 但如果你要強迫 一定要做這個方式的話 那會導致這兩個地方 的化學件能量極高 很不穩定 別看能量的部分不談 如果你再接上第二個磷酸 我們就把它叫做 ADP 如果再接上第三個磷酸 就把它叫做 ATP 那因為 ATP 這已經是接到磷酸的極限的 第四個接不上去了 所以ATP呢 你強迫已經是接到滿的情況之下 它的能量會非常地高 所以這個東西能量很高很不穩定 好像不好 可是因為細胞 在很多生命現象的表現需要能量的時候 那個都是立即性的 比如說我現在要能量 那你就有個化學能 馬上就給我用 所以這個東西它反而是 你用在適當的情況之下 就很好 比如說我現在呢 讓ATP去水減 對不對 然後它就變成是ADP 然後解離出一個磷酸根 如果你能夠在這個反應的發生的時候呢 比如說讓它去跟水發生變化 你讓它去跟 你讓ATP在肌纖維的這個附近發生這個反應 那我們就可以順次將這個分解所釋放的能量 產生的肌肉收縮的現象 所以你只要用在適當的時機 這所謂的不穩定的能量 它其實另外一個層面是 它可以立即把能量 尤其是化學 給細胞去利用 那能量用過的時候呢 你將來如果還要再次需要ATP的時候呢 那你這時候就得想辦法去把它還原 對不對 那想辦法去還原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比如說 我們去把葡萄糖氧化 對不對 葡萄糖氧化基本上可以釋放能量 我們就利用這個氧化過程釋放的能量 來讓ATP可以再強迫接上第三個底層 這時候就還原了 這時候你又有ATP的利用 那如果你現在沒有那麼多的能量需求的話 不要想說我先把ATP合成放著 然後等到不實的需求再拿出來 這個東西完全不適合放 它不穩定 你放著搞不好連用都沒用到的時候 它自動就分解了 這是我們最早談到有關於核乾酸這個部分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還是以鐵胎ATP比較特殊的情況 因為ATP主要應該說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 就是作為細胞的直接能量來源對不對 那扣除掉這個之外 其實很多的核乾酸會用來形成DNA或RNA 所以接下來如果要形成DNA跟RNA的時候 因為那個圖應該還蠻清楚的 如果要用在DNA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你得先把這裡換成什麼 DNA所用的五炭糖是去氧核糖 去氧核糖可不可以接A 對嗎 那當核糖接著A帶有殘菲磷酸的時候叫ATP 我現在只是換掉變成是從核糖換成去氧核糖 對不對 其實它的縮寫跟ATP會很像 寫成什麼 寫成D 加一個小D 這是去氧的那個英文字的字首 然後後面還是ATP 你看 所以 這當中 ATP 前面沒有掛著小D的 就代表它用的就是核糖 有掛著小D的 就是代表去氧核糖 你看 ATP可以有兩個層次的 總共三個層次的變化 對不對 分解一次叫ADP 分解第二次叫AMP 同樣的道理 你用類比的方式 DATP也可以丟 因為你掛三個磷酸就代表高能量 所以DATP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它今天可以丟出一個磷酸 就剩兩個 就叫DATP 再丟掉一個就變成DAMP 這樣的話 以後你就會看那個核乾酸的縮寫 這樣還蠻方便的 因為其實那個架構都很像 所以一個磷酸的時候是M 兩個磷酸的時候是D 三個磷酸的時候是T 所以裡面有一些符號的縮寫 如果有發生這個的話 你這樣應該會比較容易看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那核乾酸跟核乾酸要串起來的時候 怎麼接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Sustain 好 前面在講胺基酸組成的時候有提到 胺基酸在結合的時候 你那個方位一定要擺一樣 胺基擺左邊 縮基擺右邊 到第二層還是要這樣子擺 因為胺基酸之間的結合 前一個胺基酸它是用它的縮基 然後扣出一個空位去跟下一個胺基酸的胺基結合 核甘酸在結合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拿五炭糖當參考的角度 你必須要把五炭糖的方位擺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比較好的說明方式是由上往下串 那胺基酸很適合用橫的方式來講解 那現在我要怎麼變 因為不要忘記 核甘酸只是一個單元 那核甘酸串點才是變成是聚合物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串呢 現在呢 在整個五炭糖 五炭糖 五炭糖上面 我們把五個位置都標示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砍到它的結合的這個位置 用哪邊來串 三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沒有特別去標示 那事實上 三這個地方 這裡會有留下一個強基可用 二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去氧核糖 所以二上面不會有強基 只有接一炭 接三炭 加兩個氫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它的反應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不是很好用 槍基比較好用 這個地方可以是一個反應的這個端點 所以現在它反應的時候 DNA 合成DNA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把那個核甘酸串起來 那個細胞的做法比較直接 這兩個化學鍵都很不穩定 OK 乾脆一口氣 一砍 就是兩個 那砍掉之後 因為你核甘酸至少要一個嘛 所以它就留下那個 跟五號碳接起來 這個化學鍵很穩定 然後接下來 讓磷酸跟這個地方去跟前一個 這是第一個 以順序上來說的話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然後就跟胺基酸 我們習慣上 從左邊開始擺 第一個 第二個 這樣子一樣的 好 所以第一個要接第二個的時候 第一個是利用它的槍基 去接二號核甘酸 五號碳的那個第一個磷酸根 讓這個地方呢 OK 脫水聚合 那那邊原子組成比較複雜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再細節了 這個地方一樣會脫水聚合 然後由三號碳向下延伸 去接二號核甘酸的五號碳上面的磷酸根 第一個的磷酸根 那紅色這個地方切掉 所以它直接一口氣拋棄掉兩個 只留下最基本的那個 如果你要再接第三個核甘酸一樣 擺這裡 不是擺上面 所以第三個核甘酸要從這個地方 從二號核甘酸的三號碳的槍基繼續往下延伸 所以這是DNA的一個合成方向 那應該還有記得一件事情 DNA不是雙骨分子嗎 那你現在由上往下串起來之後 其實這個只做了一個單 這樣只有一個單 所以也是DNA如果是雙骨的話 你還得再做一個一模一樣的一串 不能說一模一樣的 就是用相同的串連方式的一串 那可是一般形容DNA分子的形狀是雙骨螺旋 所以除了這種東西要做兩條之外 後來華森跟克里克發現 你就算做出了兩條 這兩條你怎麼樣努力的逼近 這兩條之間就很難固定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們開始嘗試把其中一個轉負安 發現距離它是有一點遠 最後參考 你還記得那個什麼 富蘭克林的S光的繞射實驗 發現了一個有圓形對稱性的那個圖 發現如果把這兩條平行線開始扭曲 那這兩股之間就可以逼近 好 所以另外跟它平行的那一股呢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它的無碳糖拿氧當參考點 左邊這一股的話無碳糖的氧原子全部朝下 右邊這一股的無碳糖氧原子全部都給到朝下 所以它接的時候也是這邊切掉 然後新的控架件在這邊產生 對不對 然後它延伸的方向 好 所以兩股併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參考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就是查卡夫 查卡夫發現了 裡面在上面 A所佔的百分比 帶有A的那種核乾酸所佔的百分比 大概跟T差不多 那G所佔的百分比呢 大概會等比C 後來這被解讀為 基本上原來是DNA的雙股之間 只要左邊這一股的這個位置出現A 那麼水平對照度來另外一股上面 這是另外一個單股 雙股螺旋 所以現在兩股平行之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相同水平位置上面 左邊這一股如果出現A 右邊這一股的寒淡減機 就必然會是T 那如果左邊是T 那右邊是A 這邊換一下好了 如果這邊是G 那這邊就補個C給它 那雙股之間我們發現 它那個結合並不是用共駕鍵 而是用什麼 輕鍵 而且後來發現 AT之間可以形成兩個輕鍵 GC之間可以形成三個輕鍵 所以雙股之間這個結合關係 算是有點暫時性的 你只要給它足夠的能量 輕鍵要解開不是那麼難 所以它是一個並列的分子 因為我們平常在講說 它正常出現就是兩股一起 但事實上它是可以開出兩條獨立的線條的 你看 所以上下相連用共駕鍵 但兩股並列基本上是用輕鍵 這個就是DNA分子 那這個分子呢 它組合起來的時候 它會自動 只要那個寒氮碱基的配對關係成立的話 它會自動形成螺旋狀 這個螺旋呢 這樣轉一圈 小哥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轉一圈 這個長度呢 這個高度大概是3.4個耐米 格子 以寒氮碱基來講 這邊有一對一對的寒氮碱基 大概是10.5個 所以他們後來比較精確是2個 這邊大概3.4米 你轉個方向 就是當年那個富蘭克林 那個S光從這邊打過去 然後穿過去之後 在那個後方的那個椅片上面 產生了繞射的圖像 為什麼它是圓形 然後中間帶一些虛線 然後交叉 原來那個S光 就打這個方向 打到哪邊去 裡面的那個寒氮碱基 產生了繞射 你看 那呈現規則性 那個才對華盛恩克利克 產生啟發的作用 你看 可是DNA直徑其實還蠻寬的 有兩個耐米 這個直徑兩個耐米 那轉一圈 這個高度大概3.4個耐米 所以一格差不多是0.34耐米 這簡單的數字 那另外這是高中所談的 高中好像覺得DNA一定是這樣子的螺旋 其實DNA螺旋有幾個方式 就是你現在把兩個手指頭輕輕的扭曲 那這是一種螺旋 然後接下來快要骨折方式的扭曲 那這是第二種 然後倒過來扭曲也是一種 所以DNA的扭曲其實有三種方式 高中其實只有講其中一種 比較常見的形式而已 雙骨螺旋 所以回到34頁的右下角 有沒有 34頁右下角這個地方 就總共有8個核甘酸 形成4個單位長度的 4個嘛 4個核甘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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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DNA長度是用幾對 這樣一對是一個單位的長度 所以你看它上面是不是總共有8個核甘酸 有4個單位的長度 那你要強調核甘酸對也可以 你要強調是鹼基對 因為對DNA來說 它自己本身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不同的涵甘鹼基 所以如果一個DNA的單位長度是 比如說10個鹼基對 那請問這10個鹼基對的DNA 總共需要幾個核甘酸才做得出來 幾個核甘酸才做得出來 就20個核甘酸 聽得懂嗎 因為它是雙骨 記得 那RNA呢 RNA就不用 RNA要合成的時候 記得 五碳糖要換成是什麼 五碳糖要換成是核坦 對不對 然後它搭配的寒氮鹼基質是 A G C U OK啦 然後RNA有沒有螺旋 我就提醒過你 高月的時候我就提醒過你 DNA基本上 因為它雙骨並列之後 只要含氮鹼基配對關係成立 它會自動螺旋 那因為只有單骨 雖然教科書上面常常給你畫螺旋 那只是為了方便你比較 那些常常不用螺旋 因為它已經單骨了 就不用強迫它一定要螺旋的方式呈現的 然後就是核酸 所以接下來看一下 那這些核酸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36頁的上面 那遺傳上 基本上絕對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利用DNA的四種核甘酸 或RNA的四種核甘酸 這樣的排列組合呢 可以排出遺傳訊息 對不對 那密碼的組成 還記得嗎 密碼的組成是 以三個連續的核甘酸 或含氮氮鹼基 排出一組一組的密碼 對不對 所以當年一開始 不知道有這回事情 才會以為蛋白質有20種單元 對不對 20種單元排列出來的排列組合 絕對遠遠大於DNA或RNA 所以一開始以為 負責攜帶基因密碼的是蛋白質 而不是DNA跟RNA 對不對 那後來才去發現說 原來其實DNA和RNA 為什麼可以編出很豐富的密碼 因為它是以三個核甘酸為一個單位 那叫三元密碼的特性 因為這樣的排列組合裡面的話 就可以產生64種組合 對不對 這樣的話就可以涵蓋20種氮基酸的 好 所以它是遺傳物質 就是負責攜帶基因密碼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DNA跟RNA都會去攜帶基因密碼 這就不一定了 好 接下來第二個 那遺傳主要是負責控制說 我現在要做一個細胞 我要做一個皮膚細胞 要做一個肌肉細胞 我今天要做一個單細胞生物 像細菌 要做一個多細胞生物 比如說 那個 那個 生菌 好 所以我就需要有不同的遺傳組合 所以第一個 基因密碼決定 這個裡面的遺傳訊息 負責做出某一個生物 還要讓這個生物可以表現出生命現象 那如果你不去談DNA跟RNA的話 像ATP 我們剛剛講的 ATP可以用在哪裡 ATP是直接 再強調一次 它是直接的能量來源 因為它很不穩定 很容易分解 所以你只要能夠巧妙地安排 它跟細胞的某一個化學反應同時發生 那我們就可以將它分解過程 所釋放出來的化學能 移給那個地方去用 剛講肌肉收縮 或者是你這地方可以換成什麼 比如說運輸蛋白 你讓ATP在某個運輸蛋白的旁邊發生反應 所以這個運輸蛋白用了一個ATP 那它就工作一次 然後把某一個物質細胞需要的養分 比如說葡萄糖搬到細胞裡面來 所以要用的時候才合成 但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我們現在有多少個 三個磷酸的核甘酸 用去氧核糖的就有 DATP 可不可以是DGTP 可以嗎 所以當然也是可以DCTP DTTP 對不對 跟ATP有相似性的 除了ATP之外 我可不可以是GTP 可不可以是CTP 可不可以是UTP 所以核甘酸總共有八種 至少用在DNL內的就有這八種 對不對 既然有三個磷酸的核甘酸 其實至少只有八個選項了 所以當年生命在演化的這個初期 怎麼會只選它為主要的直接能量來源 這件事情 老實說就真的很難解釋了 這些東西全部仿造它 因為掛了三個磷酸就很不穩定 所以這八個化合物基本上 它的能量都很豐富 既然能量都很豐富 為什麼只選它 這件事情倒是真的可能有值得而花 一番心思的需要 但是回過頭來看的話 你現在看那個第四點 事實上 細胞在特定的地方 也會去利用其他三磷酸的核甘酸 當作能量來源 比如說CTP 可以用在紫質的合成上 GTP可以用在蛋白質的合成 跟肌肉收縮 肌肉收縮的時候 GTP其實有參與能量 然後 UTP的時候跟肝糖的合成有關 另外核甘酸一定得要長這些樣子嗎? 扣除掉TP、DP跟MP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核甘酸 符合這個架構的 比如說 NAD症出現在哪裡? 我們至少用在一個地方過 NADP症 FAD NAD症的還原狀態是NADPH NADP症的還原狀態是NADPH 對不對? FAD的還原狀態是FADH2 對不對? 還記得出現在哪邊嗎? NADP症 光耳作用跟補習作用 對不對? 誰出現在光耳? NADP NADP NADP其實是零酸 所以NADP症或NADPH 是在光反應、判反應之間幫忙能量轉移來轉移去 有沒有? 所以這幾個其實它也是一些變化 有變化的這個核甘酸 它不會去參與DNA跟腦胺的核甘酸 但是它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這樣OK嗎? 好 所以核酸的部分大概到這邊 接下來後面那個 維生素跟礦物質的話 留意一下 維生素大概就是留意 水溶性維生素有哪一些? 這國中常識就可以應付了 然後紫溶性維生素有哪一些? 這應該記得了吧 國中應該都背過了吧 好 紫溶性的AD、EK 水溶性的B群 C 對不對? 用來幹嘛呢? 這類的化合物一般來說 對我們來講需求量很少 一般來說 第一個會強調的功能是調節 生物體內很多的化學反應 常常需要配角 或者是傳遞一些訊息的時候 可能需要有一些材料 所以它的角色就是辦這個 所以它的用量其實很低 所以你看 如果你去查衛生署的話 他們每次建議攝取量裡面 常常都是毫克 甚至是零點幾毫克 這用量其實很少 但是吃補充不足 基本上有點麻煩 你可能會影響 比如說以前講的 如果你是每天睡飽飽 每天吃飽飽 對不對? 一大早起來過了八點半 馬上就垮掉的那種 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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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睡得很好 明明吃得很好 對不對? 一過了八點半之後呢 整個精神開始 好 早上 下午 明明五歲睡得還不錯 對不對? 一過了兩點 快三點這時候 已經發不行了 以前都講過 你去補一下米群 很明顯 反正米群吃下去之後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馬上精神的旺旺 就叫你要吃吃菜 對不對? 叫你要多吃水果 對不對? 又不吃菜又不吃水果 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喝真奶 對不對? 吃雞排 對不對? 扇子 不均衡 對不對? 千交代外交代 你就是不停 對不對? 所以記得 菜多吃一點 肉把你們吃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調節 第二個呢 它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抗氧化的功能 以前的抗氧化 通常我們強調抗氧化第一名是誰? C 維生素C 所以多吃蔬果 尤其是柑橘類的 或者像奇異果這種 其實都還不錯 那一 子溶性微生素抗氧化第一名 那K應該也是可以 那抗氧化基本上呢 因為我們身體常常會產生一些 高氧化力的代謝肺物 那這些氧化力很強的 像那個過氧化氫 不小心摻一下 就變成是帶有不成堆電子的 這個氫氧基 這個很可怕 它碰到誰 它就破壞誰 對不對? 讓它吸生品給它 比如說誰? CEK 對不對? 讓它消耗掉 這樣可以換來細胞的安全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可停的這個用途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 就很明顯 要適量的補充 那一般的適量的補充裡面呢 B群跟C 它因為比較容易 伴隨著身體的水分流失 所以它的補充 稍微量要多一點 脂溶性微生素ADEK 這個有些人是這樣子 尤其是那個阿公阿嬤就很有趣 就是發現那個膳食不均衡 所以趕緊把那個綜合維他命最省事了 對不對? 然後一聽說這個要補充營養 所以早餐吃一顆 午餐吃一顆 然後晚餐再吃一顆 以前吃三顆綜合維他命 如果它買的是品質不是很好 那你就算了 其實最怕的就是 它買到品質很好的綜合維他命 因為這會有一個問題 它大概不用到一個月 它大概不用到一個月 就可以開始出現那個 脂溶性維生素過量 每次建議攝取量是一顆 照三三吃三顆 所以應該不用 因為脂溶性維生素 它比較會進入細胞 然後不容易流失 所以通常大概都還可以用到 所以脂溶性維生素會有這個問題 水溶性維生素比較不會 那放物質的部分的話 我們將來在後面的這些 細胞生理或整體生理上面 會在不同的地方 就會介紹它的食指功能 這邊你可以先暫時看一下 然後有個概念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教科書不流行 就是說一口氣讓你累這麼多 但是先幫你整理起來 將來你後面的單元轉過之後 再回來看整理會更容易一點 這樣OK嗎